因缘能改变境界 现在世界的五欲六尘 使我们的这颗心已经被污染了 五欲带来了烦恼 六尘带来了障碍 使我们的这颗心离开菩萨 离开佛越来越远 人的一辈子 为什么会经历很多的遗憾呢 主要是心灵失去了寄托 所渴望的事情成了幻想 成了幻影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一定要怎么样 结果没有成功 失望了 一辈子会有很多遗憾的事情 因为没有智慧 当这个世界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无法运用自如的 去应付和解决它 人就会产生遗憾 所以 学佛心灵 要依托菩萨 应付问题 要慢慢地 学佛的智慧 学佛的智慧 先要定 后能静 然后才会产生智慧 不娶不舍 一切法不可得 无得无失 不娶不舍 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刚才讲了 对人间的一切东西 不要去欢喜 不要去得到它 一切法不可得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是在法界 法界的一切名利 你都不要去争 不要去抢 很多妈妈离婚的时候 非要把这个孩子 带在身边 结果妈妈没有能力 这个孩子 待在妈妈身边很苦 有的妈妈 很有智慧 知道孩子的父亲 很有钱 父亲在经济上 在企业管理上 非常有本事 只不过 他有另外的女人了 所以 妈妈在离婚的时候 考虑到孩子的未来 毅然决定 把孩子交给了父亲 结果等孩子长大了 孩子很成功 很有教养 他永远不会忘记 生他养他的母亲 最后还是 会来找他的母亲 这就是一个 有智慧的母亲 那个死缠着 不让自己的孩子 离开自己的母亲 最后呢 孩子跟着妈妈 是很多苦 妈妈哭 孩子在边上 抱着妈妈说 妈妈 你不要哭啊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一定会养你的 结果妈妈病倒 孩子没钱上课 你不是害了孩子吗 就是你没有能力啊 师父对你们好 如果师父 不严格管教你们 如果纵容你们 你们以后 一定会好吗 师父把自己的能量 修得大一点 以后用自己的功德 来避孕你们 师父才能 多救几个人啊 人要懂得 不可得 不该你得到的 你不要去得 无得无失啊 来到人间 就这么一个身体 离开人间 也就是这么一个身体 你得到什么了 你失去什么了 想开一点吧 借来的钱丢掉了 失败了 就是丢失了 一切因缘 最重要学会的事情 就是吃亏 实际上 一切都是因缘 就是你有这个因 一切法军是因缘啊 因缘不好 强求不顺 你想想看 你跟这个人没有感情 你非要跟他去做什么事情 你说人家会给你好脸色看吗 你明明跟他没有缘分 你非要跟他怎么样 你说 你怎么不会碰一鼻子灰呢 所以 因缘不好 强求一定会不顺的 因为没有这个缘分 所以要感恩好的因缘 要感恩自己 前世做了好事情 回家想想 我今天能够拜师 我今天能够 跟师父学佛学法 我感恩 至少我上辈子 还做了好事 我没有做太多的坏事情 如果我上辈子太坏的话 我这辈子 怎么可能 有这么好的佛缘啊 在末法时期 我能够碰到这么好的法门 我感恩啊 自己想想多开心 说明我上辈子 不是很坏的人 学佛人 也要感恩坏的因缘 因为有坏的因缘来了 说明你上辈子 做了一些坏事 我为什么上辈子 要做坏事呢 所以我这辈子 坚决不能再做坏事了 要感悟人生啊 为什么有的人 这辈子就是没钱呢 因为我上辈子 没有积德 没有不失 你看我现在 还不肯积德 还不肯不失 下辈子 我哪来的钱啊 对不对 想一想 不要自卑 投胎投在好的人家 他上辈子 就是有修 相貌端正的人 上辈子 就是有修 佛钱供花 脸像都会善良 看到人家寿命长的 要知道 人家上辈子 放生了多少啊 看到人家做总经理 你不要去羡慕 这是人家上辈子的努力 所以我这辈子 要好好地努力 我如果争取 县世报 不管善恶 我现在就能够得到 末法时期 县世报太快了 如果你努力 很快就会成功 很多女人 在做媳妇的时候 老被婆婆欺负 心想 我怎么就做不到婆婆呢 老了 孩子大了 真的做婆婆了 好了 该我做婆婆了 你没有好好地改正 你过去婆婆 欺负你的毛病 而且你变本加厉 过去我做媳妇的时候 你们欺负我 现在轮到我做婆婆了 我要欺负她 好了 轮回了 这就是 没有智慧 你们要从这一世的恶缘当中 悟到这个缘 这一辈子 我为什么跟她讲话 她都不听 这一辈子 我为什么跟她 就没有这个缘分呢 要开悟 从独觉到原觉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开悟了之后 你是自己有一点感觉 一个人感觉 这叫独觉 到了完全明白 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么个问题啊 你就懂得 缘分的觉悟 原来全部都是缘分所觉啊 所以要感恩这个姻缘 让我开悟 这辈子 我吃了这么多的苦 我今天还要打工劳动 就是因为 我上辈子不惜福 这辈子 能够闻到佛法 那是我上辈子 做了善事 动了善念 我这辈子 才能解脱 否则的话 我这辈子 再碰不到佛法 我懂什么小房子 我懂什么经文啊 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 什么都不懂 我们又会沉沦在 轮回之中啊 多生多世 碰到冤家 今生今世 就会有更多的冤家 如果你们现在 觉得老有人盯着你 像冤家一样 死死地咬住你不放 一定是你上辈子 冤结太多 多生啊 所以每一辈子 你争名夺利 你死我活 那么 你这辈子 也会一天到晚 就是你死我活的 在争斗 在争名夺利 如果继续这样 你怎么能够 跳出三界 你跳不出啊 你怎么能够 脱离六道轮回 所以佛法 是用智慧 来转这个境界的 接下来 师父跟大家讲 怎么来转境界 转境界很重要 转境界就是 怎么样来想通 转境界 先要转入一项法 就是用一个思维 去看一个问题 用你的意念和智慧 就能够转成 比如说 今天用一项法 看人间 这个人跟你不好 你总觉得 他对你不好 今天他来跟你说 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用一项法的话 他跟你说的每一个字 你都会觉得 他是在攻击你 在故意讽刺你 在作弄你 所以 当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明明是 没有这个意思 你都会听成那个样子 那是多项 一项法是什么呢 你今天跟我讲 什么事情 我就一心一意地 只针对这件事情 我不去想其他的事情 你今天跟我讲 我说 我对的 你马上就会 得到人家的爱护 和同情 人家不会对你有芥蒂 所以 一项法就是 实实在在之法 转成一项法之后 你会发喜充满 然后 要在一念之间 马上转静 一念之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一个念头当中 马上把境界转掉 比方说 老公一直对你不好 今天 突然之间跟你讲了一句话 喂 你去把那个事情做一做 你会想 他又在作弄我了 一念出来了吧 马上转掉 不可能的 他不是这种人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 马上转掉 一念之间转掉 接下来 马上对老公说 谢谢 马上做 你的表情一转好 他就不会有芥蒂了 如果你觉得 他又在搞你 马上 你的表情就出来了 对方马上有感觉 矛盾就出来了 转静要快 听得懂吗 可以允许你们 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转出来 但是 转出来之后 必须要 马上改变 你把那些事都見到 你休门了 你的电话 你跟文静有点 在说 你需要 你 有什么事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